塞拉里昂为阻止伊波拉致命病毒的传播 开始在全国范围里实行三日的戒严 此举引发了争议 这个西非国家的600万民众被要求 星期五、星期六和星期日不得出门 志愿人员将会上门搜寻隐藏不报的伊波拉病案 并且向民众介绍如何预防这种致命的疾病 维生专家评击这种全面戒严的做法 认为强迫措施有可能使得一些人会躲藏起来 使得落实有关措施变得极其艰难 另外在利比利亚为医生无国界组织工作的 一名法国志愿护士感染了伊波拉病毒 他星期五返回法国